大家好,我是原媒体虚拟主播,严重 今天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公众号硅谷生活家发布的 题目是用枪还是空枪 透彻聊聊一下三个常识问题 作者写道,出门旅行,过了几周两而不闻窗外式的生活 一回到人间,发现又发生了大规模枪击案 这一次是在德克萨斯一所小学,有21人死亡 其中19人是小学生 这些年里对这样的新闻都麻木了 但我又知道不能麻木 因为这是一件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大事 近几年参加市中心的节日庆典 或在车水马龙的商业区跟朋友吃饭时 我有时会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但愿这里不会成为下一个大规模枪击案现场 这种想法以前从来没有 这几年却不时出现 所以还是要近几所能来帮助控制美国泛滥的枪支 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必生活在恐惧之中 这篇文章谈的三个问题都是常识问题 很多人都谈过 但我总觉得谈得不够诚恳透彻 枪是否让我们更安全 大规模枪击案是枪的错还是人的错 枪支问题有解吗 美国是民主国家 权权政治之外 普通民众的选票有时也可以决定社会走向 我知道拥枪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周围也有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控枪的油烟不尽的狂热分子 但如果有一两个人因为我的文章更愿意支持控枪 我就达到了目的 要强是否让我们更安全 在两个条件下 有枪确实更安全 条件之一 外界环境不会因为我个人拥枪而发生变化 条件之二 拥枪者不会死于自己造成的枪支意外 让我们暂时搁置第二条 因为即使拥枪者死于自己造成的枪支意外的可能性比较高 持枪使个人选择 愿赌服输 而且这种意外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 我们这里只看第一个条件是否成立 答案很明显 不成立 如果社会对持枪控制不严 获得枪支非常容易 那么就绝不会只是你一个人买枪 社会上其他人也会买枪 这使你是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呢 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困境 说明以最优化个人效用为目标做出的决定 不一定导致社会效用的最优化 甚至也不一定导致个人效用的最优化 也就是说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 或者说在一个群体中 个人做出理性选择却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 美国人民在持枪问题上就面临这个困境 从个人安全的角度考虑 拥枪是合理的选择 但如果每一个人都按这个逻辑选择拥枪 导致全社会人人拥枪 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美国社会已经提供了一个预览 有人可能坚称人人持枪的社会更安全 对这样的人我不指望说服他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常识问题 想象一下在公司里 如果每一个人都带枪上班 是怎样一种情景 是会位置其他人杀你 让你更安全 还是会导致一言不合就拔枪相射 让你的家人每天早上都做好 跟你用别的准备 美国的警察为什么经常防御过度 捂杀手无寸铁的人 也是因为社会上持枪的人太多 不知道对方是否会拔出一把枪 来对自己射击 现在美国的问题是已经有很多枪存在于民间 越是乱象丛生 越需要枪支防身 这一点我理解 但我绝不想看到美国的拥枪率越来越高 造成每个逛街的主副包里都是一把小手枪 每个学校的教师都合枪实弹的器官 枪支泛滥问题还是要缓解 而不是继续升级 二大规模枪击案是枪的错还是人的错 每次发生大规模枪击案 就有人打谈精神健康问题 又有人说枪不杀人 人杀人 又有人说政府无能 导致治下的城市罪犯猖狂 这都是对解决大规模枪击案没有诚意 故左右而言他 世界上从来都有精神健康问题 都有罪犯 都有无能的政府 都有怯懦的警察 这些问题自然要解决 但解决这些问题跟解决枪支泛滥问题是两码事 而且二者并不矛盾 那个手握枪支扣动板击 向无辜大众射击的人确实邪恶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当然好 但稍微一想就知道 事实也一次又一次证明 这样的人是防不胜防的 即使一个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精神没有问题 各方面看起来都正常的人 也可能突然变成杀人魔王 塔车 彩刀 搞压锅等也可以被用作杀人工具 但首先他们有杀戮之外的其他用途 其次用他们杀人远不如用枪容易 要花费杀手力气和巧思 不像扣动板击 不费吹灰之力 因此在杀人上远远没有枪支 尤其是那些可以连打几百发子弹的自动 或半自动武器的效率 还有一些反控枪者 总是举某些大都市 比如芝加哥治安糟糕 经常发生枪击案的例子 声称是人民的贫困和政府的 无能导致枪杀案 我说一句可能听起来很冷血的话 我最担心的还真不是这些地方的枪击案 因为这些地方我可以避免 也可以叫我的孩子避免 我最担心的是 在一个看起来很安全的地方 比如校园 电影院 音乐会 教堂 突然之间 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枪手 瞬间夺走十几条 几十条生命 不要跟我说 这些枪击案的发生 跟政府的执法能力 当地的治安有一毛钱的关系 这些枪击案的发生 就是因为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很容易地获得了一样 可以杀死很多人的武器 三 枪支问题有解吗 有些人并不认为 枪支会让我们更安全 也不坚称枪不杀人 人杀人 但他们对控枪很悲观 认为这个问题无解 美国已经有大量枪支流落民间 控枪能减少一部分枪支 但跟已经存在的枪支 相比是九牛一毛 不会马上看到效果 而且各州有自己的法律 一个对枪支控制严格的州的居民 完全可以跑到临州买枪 再回到本州打开杀戒 确实这个问题很难 但难的问题很多 以前奴隶制的问题棘手吧 最后不也解决了吗 我不算一个很乐观的人 但我反对两手一摊 束手无策 原因还是前面说的 这个问题生死攸关 我不想让自己或家人 死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的枪口下 所以我想做些事情采取一些行动 用耐心 时间 毅力 让事情一点一点改变 美国在控枪上其实一直雷声大雨点小 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尝试 都没看到效果 而是到现在为止做得很少 可做的事情多了 18岁才能投票 21岁才能喝酒 拥枪年龄为什么不可以更高 排车要保险 为什么不可以要求拥枪者买昂贵的保险 美国的意外伤害诉讼很普遍 为什么枪支制造商不可以因为大规模 枪杀案造成的生命损失倍速 我们做的这么少 弹劾见不到效果 哪里就到了说这个问题无解的时候 还有一个怪论 就是很多强奸案凶手是非法持枪者 可见控枪只能管住手法的人 管不住不守法的人 这大概是控枪讨论中 最常听到也最愚蠢的一句话了 所有法律都只能管住手法者 管不住违法者 这是法律 守法 违法的定义 明白吗 比如各地都有禁止酒后驾车的法律 但各地都不罚酒后驾车者 谋杀不为法律所允许 但谋杀事件还是实有发生 你能说不许酒后驾车的法律 或不许杀人的法律没用吗 制定一条法律 并不是奢望从今往后再无违法行为 最有效的法律 也只能部分遏制潜在违法者 并在有人违法时 以此为依据将他们绳之以法 没有人天真的以为 制定了一条控枪法 从此世界上再不会有 非法拥枪 以及枪支杀人事件 制定法律 当然要考虑可行性 以使其最有效的得到执行 但有人会违反这条法律 执法部门 无法将违法者一网打尽 并不是不制定这条法律的理由 一条控制枪支的法律 如果能让部分人放弃拥有 非法枪械的想法 让拥有非法枪械的人 已被发现就得到法律的制裁 能化解一次大规模枪杀案 这条法律就达到了目的 美国民众在一次又一次大规模枪杀案后 尤其是发生在学校的枪杀案后 都非常悲愤 每一次我都希望民意能达到一个临界点 促使政府采取一些行动 但每次都是失望 我们总说美国是民主国家 但美国的制度并不完全是民主的 这一点在他的参议院制度上尤其明显 人口很少的州和人口很多的州 都拥有两名参议员 导致少数人的意志不成比例地影响了社会 让人欣慰的是 参议院即将通过一个 两党议员支持的枪制安全法案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撕裂社会的棘手话题 比如逊奴是否合法 女性可否投票 同性恋是不是可以结婚等 这些话题的双方都有很多支持者 每一方都毫不怀疑自己是真理的代表 正义的化身 对这些问题的辩论都持续今年 谁都不能将对方说服 但在几十年 几百年后的今天 谁对谁错却一清二楚 现代人很难想象 贤辈们曾经为这种一目了然的问题 争得面红而赤 我希望枪制文化也如此 若干年后的某一天 回顾历史 我们的后代也会觉得 今天这种野蛮的枪制文化匪夷所思 也会对当时有那么多人 如此决绝地捍卫这种文化无法理解 当社会上有足够多的人 看到了美国人民为拥枪权付出的沉重代价 当更多人意识到自己愿意生活在一个更安全的 没有大规模枪杀案的社会 明白了子弹部长验尽 不管你是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他都不会乖乖从你身边绕过去 我们就有希望看到今天的枪制文化 被美国人民抛弃的一刻 我们下期见